康熙正端着茶杯喝茶 结果刚一抬头 就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 只见朝中重臣 四仰八叉地躺在地上 嘴里还发出了痛苦的声音 这好好的一个早朝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 原来啊 是我们这康熙爷 给众人出了一道题 让他们表演一下 这挨饿受苦的刘敏 康熙坐完打铁 意外从颐飞孔中得知了 关于刘敏的事 他就想看看 究竟是哪些人 在阳奉因为知情不报 所以才假借演戏之名 测试陈子 这群缺心眼的家伙 还以为学好了会有奖励 一个个都在拼命卖力的表演 殊不知自己马上就要倒大霉了 康熙看着这样的画面 面色凝重 只见他缓缓走下台阶 看着这一位位奥斯卡影帝 心情十分复杂 你干嘛吃喘气 我这是狗言残喘 只有喘的气 没有别的气了 大臣们有的在表演 路边狗言残喘的刘敏 还有的在表演 到处卖孩子的刘敏 康熙的表情越来越严重 还没想到 刘敏就是这样生活的 更没想到这些人都知之顺身 决定他闭口不言 自始至终 被蒙在鼓里的只有他一个人 而且据伊菲说 这些刘敏并不在少处 从昨晚积压的情绪 在这一刻全部爆发 他让三得子记住 每一个扮演刘敏的大臣 回到座位的康熙 涮下来了个自我检讨 他本以为自己的国家 真的是国泰民安 我身为一国之君 却没有亲自体察民情 我会跪在列祖列宗前请罪 可是你们呢 身为朝廷大员 不知火未见 那也就罢了 现在看来 不但见了 且可以学的这样 唯妙唯孝 实在是七君网上 有负朕之后啊 你们至情不报 就相当于至民众 于水火之中于不顾 羡慕于不仁不义的境地 儿等 知罪吗 当今剩下康熙 正在发飙 一句话 就让满朝本五贵了一地 正所谓半斤如半虎 康熙成功用自己的小套路 把平日 最阳风厌违的人 全都炸了出来 康熙把所有展现演技的大臣 全都官将一级 罚了半年工资 对自己也是丝毫不含糊 政治奉落 也罚半年 所发执款 捐赠刘明 经过一系列的惊心动魄 总算下了潮 大臣们都开始讨论 康熙的反常表现 索尔图带头吐槽说 康熙发神经 这一大早就就着刘明 这件事不放 还就说出了一些 关于打铁种地的事 索尔图对康熙 热衷于农工的行为 非常不满 身为皇帝 不以江山为重 反而整日最新田园 这实在太不像话了 众位大臣 也与索尔图的看法一致 他们一直想不通 康熙是如何得知 刘明的事 因为报喜不报忧 已经是他们 早就达成的小默契 大家都怕丢了官位 所以没有人 会打小报告 但从这次的处罚力度 可以看出来 康熙的确是十分重视 这罚疯是小事 这一年的疯禄 那才几个钱啊 还不够一个月的开销 可不 可这降级这有点过呀 这边 苏尔图他们 还没搞清楚原有 而康熙已经采取了行动 他无意间看见了 罗士长的奏折 说的是关于流民的情况 之前 因为所图一本正经的 胡说八道 康熙没仔细看 就丢在了一边 得知真相的康熙 猜到这说真话的罗士长 可能会遇险 想要救他一命 于是 康熙带着一飞和三得子 法印 一起踏上了 微服私访的道路 这不是康熙第一次 微服私访 但却是最特别的一次 康熙在偶然间得知 自己一直受到 奸臣欺瞒 对百姓们的真实生活 知之甚少 于是 就带着一飞行人 一起微服私访 众人来到了一家小饭店 华英看了看店内的环境 绝对以康熙尊贵的身份不符 可康熙却不介意 真不愧是我们最爹地气的康熙爷 只不过他刚一落座 就遇到了一个挑战 老板娘按照三得子的要求 给他们上了一桌好菜 可饭馆内的其他客人 见康熙一行人一桌华丽 就连吃饭也端坐着 于是都停下了手中的筷子 盯着他们看 康熙觉得有些奇怪 他们怎么都不吃了 光看着他们 爷 您的架子呀 端得太足了 还像在鸡蛋店上坐着一样 放下点 这可难住了我们的万岁爷 他从小只学习了 坐如舟 立如松 完全不懂怎么放下 一飞飞飞一笑 给他出了个主意 你就不会坐如泥 立如柳吗 康熙的悟性还是非常高的 立刻就把一条腿放到椅子上 整个人变得非常轻松 原本一直盯着他们看的客人 也很快收回了视线 康熙这下是彻底长了见识 明白了入相随俗 这四个字的终极奥义 这可把康熙高兴坏了 联盟招呼三得子他们 这样的经历对康熙来说 也是十分有趣 毕竟从他六岁登基 就一直端着架子 第一次体会到 作为寻常老百姓的放纵 也是比有一番滋味 那么康熙被赴自访 还会发生些什么样的趣事呢 这个我们下集再说 喜欢的话就点赞关注一下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